这次合作主要有两个方向 短期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次研讨会后 就可以跟乔治亚洲理工学院合作 这些对于这些专业人士 有协助有帮助的相关课程 长期因为基隆港是我们台北的国门 也是航运过运的一个重症 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 所以我们也希望 它的一些知识跟规划 所以这几天他会陆续拜访 重要的航运企业港务局等等 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研讨会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公开的会议 我们昨天也接待了他 让他看了一下基隆港 亲自接待来访的乔治亚理工学院教授 市长谢果良谈到 未来将引进国际物流及供应链管理课程 协助基隆航运界和物流产业链 相关人员参与培训课程 进而提升产业人士专业能力 教授的意思说 2024年开始的10年 我们到底要怎么推动 未来的供应链物流的发展 而不是用未来的30年 过去的技术跟逻辑去看待 希望能够在这次讨论 可以成为未来基隆发展 供应链物流的一个国家 乔治亚理工学院亚太区执行长 詹斯顿特别提到 PI实体物联网未来趋势 实体物联网就是来帮助 台湾整个的物流供应链 从货车卡车仓库 有办法通过共享的机制 然后通过大家可以去做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从效率 从这个减少叛台放 以及增加供应链任性的角度 去架构下一个时代的 物流供应链的一个大环境体系 另外一个简称 大家都有用过Uber 都用过这个Airbnb Uber的诞生 如果想象用优惑的这个模式 放在套在货运跟卡车 在台湾在运作化 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货车 在台湾上高速公路行走的时候 其实将近一半以上 他们的使用率只有不到30%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透过一个 开放性的一个网络 可以共享 共配的机制化 可以减少物软 可以增加共配 减少成本 增加每个企业的竞争力 这是实体互联网架构的第一步 所以如果我们从基隆开始 去推动这个思维的想法的话 我们将有办法把基隆港 过去40、50年前这种的荣景 在接下来连接到未来20年 跟30年部分化 从基隆出发 然后把这样的概念建立台湾 最棒的RIM 共用电路由的RIM势力 这是我过去跟现在都在新 应该说我现在正在新学的一个新的知识 以及去理解这个知识是否能够应用在基隆 让我们基隆的产业能够升级 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一次的目的 那也欢迎各位业界朋友 跟我们基隆一起努力来思考 那我们也希望跟Georgia Tech 能够有高等教育的过程上的合作 跟未来产业升级的一个研发 这样子的策略的一个未来的共同合作 市长谢国良强调 面对日新月一的产业变迁 座谈会之后 期望校方能够提供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课程 协助基隆航运运输等供应链 开创另一番新的荣景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